欢迎收看7月27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志正 本地一家著名教育中心 在五年前推出办公读计划 让该中心的教职员 以办公读的方式修读大学提升自己 结果日前却被揭发所谓的西班牙大学 只是一间公司 而且所颁发的文凭都是不受承认的假文凭 造成上千人上当 损失金额保守估计高达上千万令吉 超过百名受害者昨天晚上聚集在这家教育中心的办公室外 要求讨公道却不受理 眼见无法协商 众人集体到警局报案 来到今天 也有40名来自各州分院的负责人和受害者 在甲洞国会议员服务中心召开记者会 要求负责人出面交代并退还学费 据了解这家教育中心在全马有约200千分院 有一千多名教职员加入办公读计划 修读这个句子是获得西班牙政府承认的工商管理课程 每个人的学费约25000令吉 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 苦凹四年完成课程后 拿着文凭到外求职 才发现这是一所讲大学 原本我们被告知是在马来西亚没有注册 可是它是在外国有注册的一个学院 可是到最后发现在外国那边也没有任何的注册 也没有任何的认证 秦国会指出 他曾经与负责人面谈 希望追讨回学费 没想到对方的朋友竟然在谈判期间 突然丢出一把刀 似乎是警告他们别再追讨学费 来跟进森周如来一对华裔老夫妇 遭冷血刺杀案的最新进展 两名死者的遗体完成PO验后 证实胸口中刀是主要的致命伤 命案发生后 警方至今已经逮捕了三男一女嫌犯 包括死者的毒生子和一名保险经纪 他们将被延扣至8月1号 消息指出 警方是在昨天凌晨时分 在吉隆坡一间酒店公寓大厅 逮捕一名遗涉案的保险经纪 并扣查了他的轿车和手机 这宗双尸命案是在本月24号晚上9点 在辱来的一个双层排屋住家发生 劫废闯屋抢劫后 持戾气刺杀73岁的陈金玉和67岁的吴长华 在放火烧屋 两名死者的遗体将在明天下午2点 举并到辱来孝恩元火化 接下来带您看一则手机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名手持八冷刀的蒙面匪徒趁着天亮时分 闯进一家在霹雳和风的24小时便利店 扫走市值2000令吉的各品牌香烟 警方目前还在追捕两名歹徒 网上流传的这个视频可以看到 两名蒙面劫匪是在昨天早上7点40分 在和风商业区的一家24小时的便利店干案 他们手持八冷刀威胁柜坛女店员 女店员唯有乖乖就范 协助匪徒将总值约2000令吉的香烟扫入袋子内 两名匪徒在干案后 相信是齐摩多逃离现场 庆幸的是店员没有在事故中受伤 警方还在确认两名劫匪的身份 并援引刑是法典第395和第397条文调查此案 横横关丹的一个旅土矿山区 日前发现可疑的轮胎痕迹 那地主事后才发现是由不法集团潜入矿虚后 大肆偷挖超过15000公吨的旅土矿运走 损失超过172万令吉 关丹旅土矿自三年前被禁止开采后 让业者蒙受严重亏损 没想到如今在传出关丹隔宾工业区附近 一座占地150英亩的旅土矿区 由不法集团从后方山区偷窃矿泥 令地主雪上加霜 虽然有关工地有保安员巡逻 却因为后山地势较高 难以发现有人藏在后山开挖山泥 直到保安员在本月22号巡逻时 发现已经三年没有罗里进出的山区 出现可疑的轮胎痕迹 才揭发有人出动神手脱挖矿泥 再用至少8辆罗里运送出去 地主间长荣矿业有限公司 已经第一时间到警局和土地局投报 目前还没有找到偷窃者 一队男女乘车从新山关卡出进时 因为不满轿车被撞 男子竟然在关卡内向对方动粗和吐痰 之后擅自闯关逃至新加坡 目前新加坡和大马警方都在介入调查 此事是在本月24号下午5点10分左右 在苏丹伊斯坎达大厦出进通道处发生 当时驾驶这辆新加坡注册车牌轿车的是一名乌衣男子 他因为被一辆马来西亚注册车牌的轿车轻微碰撞 并坚持要到新加坡报警 就在这个时候 这名乌衣男子竟然还想要抢走撞到他车的大马级司机的护照 没想到抢不到护照 这名乌衣男子竟然还向坐在车内的大马级司机大打出手 甚至朝他的脸上吐痰三次 在一片混乱之际 和这名乌衣男子同伙的女子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擅自打开隔壁的关卡闸门 让乌衣男子驾车闯过新山关卡逃到新加坡 大马警方将向新加坡警方寻求协助 追查该名乌衣男子的下落 目前还不知道这名男子的身份 观看焦点带您关心国际消息 菲律宾巴丹群岛省在今天清晨发生两起 分别为5.4级和5.9级的地震 造成8人死亡和60人受伤 地震还造成房屋倒塌 道路军裂 还有一座教堂损毁 巴丹群岛是在当地时间清晨4点15分左右 发生第一次5.4级地震 这起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破坏力庞大 许多居民都在睡梦中被震醒 部分建筑的墙壁甚至坍塌 砸到民众身上 由于地震发生的时间太早 有些居民在沉睡时来不及逃命 不幸罹难 在四个小时后 当地迎来了第二次地震 这起5.9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43公里 画面上也可以看到一座教堂 不堪地震强大的威力 外墙已经崩塌损毁 有着过人音乐天赋的15岁大马女孩 何惠慈 在六年前通过中国报等媒体 广传个人钢琴演奏会的消息 向大众筹获超过20万令吉 远赴英国知名音乐学校普塞尔就读 那如今正值暑假返马期间 他想邀请大家一起出席 他即将在国内举行的 唯一一场钢琴演奏会 告诉大家 他的成就让当年的筹款没有白费 来看记者曾经验的采访报导 15岁的何惠慈 从小者过了音乐天赋 他因此被贴上了音乐神童的标签 但父亲和小商说 与其说是音乐神童 更贴切地说 应该是获得上天恩赐的音乐孩子 那现在我们就要请15岁的何惠慈 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是Mathelyn Ho 我现在在英国中学校在英国中学校 我真的很感谢我收到这些支援 这些支援我能够获得到这个目标 我真的很期待到未来 谢谢 何惠慈从小立志当一名音乐家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能有机会远赴英国普赛尔音乐学校就读 如今 何惠慈秦秉着优秀的学术和音乐表现 通过审批获得全额奖学金 但家人仍然坚持做人必须饮水思源 所以也趁着这一次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听取了英国教授的建议 举办一场钢琴演奏会 借此跟大家分享何惠慈这些年来的音乐学习成长历程 也给当初的粉丝一个好的交代 8月3号晚上7点 何惠慈将在巴达林在野BMA演奏厅 为大家演奏六首国际钢琴名曲 各界人士可以40令吉乐捐入场方式入席 中国报记者曾欣燕采访报导 印尼万龙附近的富州火山昨天下午爆发 大量火山灰喷发到数百公尺的高空 线上的画面可以看到当地的道路 已经被满满的火山灰覆盖 天空也被浓浓的火山灰笼罩 显得一片昏暗 画面十分震撼 希望的最后就带您去看一看 我是志正 祝您晚安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